在熱鬧鼓聲中 大烏龍產銷館終於正式接牌 高雄山林日光小林社區 五號舉辦破浪莫拉克十四 及大烏龍產銷館開幕活動 足人活化了閒置六年的社區空間 後來將作為文化附贈以及展授基地 所以其實我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重新整修 然後大家都合力再佈置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以後呢 我們會變成合作社 其實不只有我們大烏龍的產品 其實我們會結合兩溪的部落的族人的東西 然後在這邊就是一起共好 裡面就是文創的 農產都有 文創農產方面 還有國社區的那種經濟產品 除了販售商品 為了讓民眾更深入了解大烏龍族 產銷館也設置烘焙方 將作為食農教育場所 以及二樓也會打造成防災紀念館 告訴民眾大烏龍族人如何挺過風雨 重新出發 以後未來其實二樓還有規劃 可能會有一個來小型的防災館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在這邊 我們也是因為經歷了一個大災難 所以我們想說搬來這邊之後 可以跟別人分享我們的一些故事 如果能夠為這個在地能夠留下一些經濟產值的話 對於小林人在日光小林生耕跟發展是相當重要 那農業局會持續透過農村再生計畫 跟耕耕農村的一些計畫來支持小林 日光小林社區理事長提到大烏龍產銷館 原先因為租金過高 閒置近六年 終於在與市府協調下重新開館 未來也期望結合農村相關計畫 展現大烏龍族群文化保存成果 別的新聞那部高雄山林採訪報導